歡迎璇璇 是不是 這也不像一樣啊 沒什麼變 這個服務也是很好 璇璇,妳不僅臉沒有變 整體感覺根本就跟現在完全相同 妳是把時間都停止了嗎 神奇到美容產品 都快要找妳拍廣告了 璇璇,妳今年幾歲 我22歲了 22歲 這張照片是幾歲 高中 高中 妳講話是本來就這樣嗎 對啊 對 稍微小應 對啊 小應 朋友跟你講話 不是故意想要學妳講話 對啊,學妹都會學我講話 講會跟妳講話 對啊 很無奈的感覺 不知道耶 所以妳跟男朋友講話 跟同學講話語氣都是一樣的 對啊 都只要用講話就覺得妳在撒嬌 會嗎 會啊,當然會啊 那妳撒嬌 跟納豆哥撒嬌一下 隨便講一句 對啊 晚上我們去看電影好不 晚上我們去看電影好不 她跟我們在撒嬌 她根本就沒有撒嬌 就有撒嬌 我想聽她生氣的聲音 妳生氣的聲音 妳去死啦 妳去死啦 這很教誠 妳在講話 妳去死啊 竟然劈腿 妳去死啊 怎麼又劈腿 妳有生氣嗎 殺傷力太熟 對啊 好,待會兒跟我們好好聊 好不好 請入住,謝謝 好,歡迎,有請 其實這些童言女生 我們看她看起來很可愛 但其實她們的人生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苦惱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是 別敲不起,我買得起哦 是什麼意思呢 她覺得買不起東西啊 LELO 就是逛街的時候 然後不是都會有發傳單嗎 對 然後可能專櫃小姐會發那個 就是化妝品、試用包 然後看到我們 她絕對不會發給我 就是她覺得 就是只發給其他女生 看我就小孩子吧,這樣 可是妳可以因此拿到 譬如說玩具部的氣球啊 或是一些 對 就是可能會有氣球 我就會說 來,小朋友給你這樣 所以妳也會有這種情況嗎 就別瞧不起 其實我買得起 之前我們去西門町的某一間 就是賣包包跟鞋子的地方 那時候就預算不夠 而且就覺得它質感沒有 然後就不想買 然後就說 那妳要不要先繳那個訂金 然後我們就說 沒關係 然後就說買啦 這樣子的 可是我們還是一直拒絕它 就很生氣,就摔邪和 就欺負你們了 這也是小朋友嗎 對,他就摔邪和就說 白癡,浪費我的時間 蛤 那妳當下很想哭吧 哪一張 西門町 結果我們兩個就很尷尬 然後就很委屈就走出去 不要這樣 店員是不是覺得是小朋友去鬧他 是不是這麼生氣 下次在我們節目公布他們的店名 對 小可有碰到這種情況嗎 就之前要去買那個iPad 然後因為長得像小朋友 所以店員就... 他就不會理你 不過那天我已經決定要買 然後他又不理我 就憤而買下商品 就直接就付現金給他 就說我要買了 他是屬於衝動派 真的喔 在他面前屬現金嗎 妳主媽很有錢 對 真的喔 對 沒有那麼誇張 妳就拿現金出來付的時候 他有嚇一跳嗎 有 就是態度就變好了 對 這麼什麼辛苦 禮貌取人 真的是 筍璇呢 我也是百貨公司的專櫃 然後可能就看我... 就看起來很小 就是不化妝、不會買 然後他就是態度就很差 然後我看他態度很差我就走了 結果他就也是摔東西這樣 你們怎麼常常被人家這樣 對啊,為什麼他們都要 最小孩摔東西啊 店員只要看到比較小之人 就會欺負他們 有可能 會不會 假如你們是店員的話 你們會做出一樣的舉動來嗎 不會 不會嗎 現在當然說不會 不是,真的在店前 不會 不會 但是你們的確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他可能沒有辦法消費 會 會不會覺得這樣 那你會用同樣的態度服務他們嗎 一樣,會一樣的同樣 因為都一樣啊 可是會問他說 那你爸爸媽媽知道嗎 會這樣問他 因為一定會誤會嘛 不可能說就是都會... 態度不會那麼差 可是會去問他說 你爸爸媽媽知道說 你要買這樣的東西嗎 要去智慧一下 對,這有可能 那馬太應該遇過 譬如說假如要去夜店的時候 那種 我以前當安館的時候 其實很多那種 其實很小矮矮的 然後來我就擋他 因為其實我看會敢來 你敢進來 其實大概都是差不多 只是我們被要求說 你等一下看證件 對 就看證件那個 有來比我大 六十幾年次 可是就這麼... 真的就是這麼矮 然後這麼小一個 然後因為像我自己有在台中 我有開衣服店 然後有時候我會去顧店 因為來的那種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反而是那種 國高中生比較會衝動買東西 對,他們會買 所以我們看到年紀 因為我們以前都是這樣子 看到鞋子喜歡就買 所以我們反而看到這種 小小的 然後就是看起來 看起來 才 不是,我看起來比較... 年紀比較小 反正我們會跟他多聊 跟他講一下 這些東西是什麼樣 因為他們不懂 懂得我們不用介紹 他看的時候就會滿了解 所以我會花一點耐心 而且他們其實都長得滿可愛 小小的 這個問一下四位 你們曾經有沒有去看 看醫生的時候被送過貼紙 送... 送貼紙耶 你沒有問 可是如果我是醫生 我會送到貼紙 你是本人想送他貼紙 不是… 送軟糖 你們有在看盟學員嗎 對… 你已經把他當作小孩 在對盟學員 你知道這是誰嗎 他點頭耶 他有 好啊你遊戲王 遊戲王 對 不知道這是誰嗎 貝卡斯 什麼 他們不是真的小孩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點 他們非常苦惱的就是說 是成熟還是裝大人呢 好 有想要嘗試過成熟的打扮嗎 有沒有 METAL 我之前是沒METAL 因為我一直留很久 可是因為METAL就會更常被 誤認為是小朋友 所以我就是最近才弄成旁粉 可是弄成旁粉好像也沒有太大效果 這樣你看起來滿可愛的 對啊 你好像沒有辦法耶 對啊 沒有辦法 你如果可以的話 希望把自己做到成一個 什麼樣的形象 VVM吧 但是他也算是童顏啊 對啊 他也是童顏 OK啦 VVM也很可愛 小可呢 成熟打扮 就想說要穿全身黑色的衣服 這樣看起來比較成熟 就不要穿得太繽紛 對 因為很繽紛會像童裝對不對 對 對 玄玄有 對,我試過戴假睫毛 可是人家覺得我還是素顏這樣 戴了假睫毛還是像素顏 對啊,然後就很羨慕眼尾 眼線可以畫眼尾往上勾的女生 所以你畫上去的話會怎麼樣 不知道 還是不成熟 沒有,我一直覺得 玄玄他有一種 一直處在驚恐狀 另外一個時空的感覺 有點嚇到嚇到的感覺 對 沒關係,我們今天就來 讓你們發揮你們成熟的一面 對,讓大家見識一下好不好 擺幾個姿勢 來,有請 Six 東西要上對不對 來